全數參與的人總共11票對0票通過彈劾 政府前發言人丁永弓陷入桃色糾紛 被指控高雄市新聞局長任內 與任職媒體的Y女在辦公室行為不端 監委調查彈劾通過將移送承接法院 辦公室 辦公桌 職務宿舍跟Y女發生性行為 我想這件事已經是有入關真 很重要的就是性騷擾這件事情 Y女為了徹底斷開 只要寫陳秦信 向前高雄市長陳菊陳秦 監委也為此約詢監察院長陳菊 我們有問陳院長 你知道不知道 他說他真的不知道 監委調查 這封陳秦信在知名懷石餐廳 經透過張俊宏 邱一仁轉交陳菊 但當事人全部否認 到底有沒有就有點羅生門 由於監察院長陳菊也是當事人必須迴避 但當初重用丁允公 甚至還在小營總統任內高升 總統副發言人 他真的可以就此置身事外嗎 丁允公則發出聲明否認性騷擾 並反控歪女爆料才是性騷擾 反而是歪女似乎已經放下坦承這幾年很痛苦 但為了丁允公前途一直不敢說 如今他離開政治圈 只要知錯能改就願意祝福 至於全案是否涉及利用權勢現騷 監院調查難以判定 而當初讓丁允公步步高升的長官 如今下屬出包 唯一只有一片沉默 我記得中國報導